玩完了 不能换吗这个钱 不能 但四床口呢 为什么不能换呢 我们这里没掉衣服 没这个衣服是吧 歌一不再是 贪念的歌 不再与春风 对 暖阳下我饮风烫 是谁家的姑娘 我走在了那坐小桥上 你父亲走忧伤 桥边歌唱的小姑娘 你眼角在流测 没怕半年 我变三车 四夜 山东65岁阿姨插队悲剧 小伙子遭暴打 并要求赔偿50万元 这是怎么回事呢 山东65岁李阿姨去打疫苗 因为第一次去完了 六岁的孙子独自在家 一位好心的年轻人 让她插队早都回了家 这一次又有失去完了 到那一看 门口的队伍就已经排得很长很长了 李阿姨是往前看看 往后看看 一个熟人也没遇到 她就一直往队伍前面走 看到身边有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 这时候啊 李阿姨理直气壮的说 让他往后边站一下 自己家里有事 要插一个队 但是呢 男子说自己已经排了两个小时了 等会呢 还要赶时间上班 老板正等着交代工作 就没答应李阿姨的要求 李阿姨一停不让插队 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对男子说 我这么大年纪 你不知道尊老爱幼啊 你爸妈没教你吗 小伙子没有说话 李阿姨一看就更加生气了 上来直接就是一记耳光 你耳朵聋了吗 我说话难道你听不见吗 小伙子特别委屈的说 你说就说你凭什么打人呢 说完呢 就非常气愤的走向了队伍的后方 大伙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哪成想大妈刚插进队伍里 突然晕倒 倒地不起 急性猝死了 人们赶紧拨打120 送到医院 医生说人已经不行了 后来李阿姨的儿女 把男子告上了法庭 认为李阿姨的猝死 跟男子不同意插队 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呢 要求这位男子 赔偿家属精神损失费 50万元 在法庭上 通过接种点的监控 还有当时在场排队的几个人 一起为男子作证 一致证明人家男子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最终把位置让给了李阿姨 最终法院判定男子没有过错 李阿姨的猝死 跟小伙子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 为此 法院驳回了死者家属 对男子的全部诉讼请求 到时候 我就在带来